白田村星期一晚發生懷疑哥哥殺死弟弟的倫常慘案 一個36歲男人死亡 屍體被發現時屍身已經發黑並開始發臭腐爛 估計死了大約一個星期 警方在第二座二樓近垃圾房對開發現一具被無尖包裹著的藍絲 武功到場將屍體運走 其後警方在同一層的一個單位裡 拘捕了死者39歲的哥哥 他接受警員查問時申請外際 由於懷疑他雙手殘留殺人的證據 警方用白色手套蓋住再反手扣起他雙手